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我隔世好伤济没痕 里里合合错过 仍还要等 其后若相遍 可应出声事 情若是不变 爱无缘无聊 欣欣 我在楼下等你 多久都没关系 记住 不要急 大哥 你怎么不问我来这里找谁 平时你会问长问短 又啰嗦又唠叨的 是吗 我以前这么烦吗 你不怕我会见他们 总之你想去哪里 想找谁 跟大哥说就行了 最要紧你开心 我下去了 小姐 什么事 请问是不是有一位叫罗伊的人啊 我帮你看看 谢谢 我应该叫你罗伊 还是贾老板呢 进来坐 谢谢 你怎么会来找我 因为你是同本善的朋友 我跟他现在不方便见面 麻烦你帮我告诉他 我没事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叫他不用担心我 只有这些 我没其他事想知道 没什么要问 刚才一开门看见你 我真怕你死缠着我 一定要我带你去见他 又怕你问一些我答不出的事 最怕的是你哭哭啼啼地求我 叫我劝他不要再搞秩序 从他用同本善身份来广州开始 就已经料到会有事发生 但是如果他不来广州的话 就不能看见牛奶糖 我终于明白 他为什么一直都放不下你 放心 我会帮你看着他 他绝对不会有事 那是你说的 如果他有什么事的话 我一定为你试问 我不知道多想这件事 快点完结 到时候看见你呢 就不是叫你徐欣了 不叫我徐欣叫什么 叫你嫂子 高太太放心 大少奶奶胎怀得很稳 只要回去好好休息 不要太过劳累 心情开朗点 一定会母子平安的 多亏放一身费神了 我们回去 多找些人好好地照顾他 多给他顿点补品 让他安心养胎 白慧 你怎么样 怎么脸色又差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没事 有点累 不行 外面风很大 你身子又这么弱 来 为他为亲比较好 怎么样 那会变了吧 怀孩子一定很辛苦 但是如果孩子 不是自己老公的 就不止辛苦 还很痛苦 我还知道很多 你不知道的事 听完 你就知道我没乱说 那现在所有事呢 我们都做了 就连方医生 也站在我们这边 只看高家大少奶奶 怎么选择 没错 他还可以选 拿行李离开高家 永远躲起来不见人 真的想不开 他也可以选择死 不过我觉得 他会选条活路 这么永信心 我已经联络了许厅长 他也会站在我们这边 许文汉的爸爸 难怪你会这么笃定 除了你之外 全广州最想看到高家垮 最想看到高家潦倒 应该就是许厅长 不过这件事一定要在三天之内做成 市长明天就会去南京树植 大后天才回来 市长走了 全广州最大的就是许厅长 他一开口 整个军政界都会站在他那边 事情一传开 就算董国新 肯把他所有的家当送给市长 也盖不住 你怎么这么调腻 怎么事都不满意 不找好一瓶 最香最醇的酒 进宫的时候 我怕会被你乖来趴下来 白慧啊 妈妈特地炖了金丝燕 我给你试 过来趁正试 我喂你 小心烫啊 怎么了 烫着了 没 没事 你怎么了 领色怎么这么苍白 是不是不舒服啊 这样吧 我还是扶你上床休息 来 小心啊 怎么样 是不是还是很不舒服啊 我没事 你还说没事 你看你的手啊 一直哆嗦 这样吧 这几天我不去启风了 在家里陪你 你知道了 大人有事啊 会影响到胎儿的 我想睡一会儿 好 我扶你 小心啊 睡觉吧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小黄 妈 发生什么事了 黄老总说许厅长 今天在酒店举行 记者招待会 请了很多高官名人 连军政界的人也请了 你干嘛这么紧张 关我们什么事 他说记者会的内容 跟我们高家有关 那个许厅长 他又想搞什么 记者会三点钟就开始 走吧 嗨 大家好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 大家稍安勿躁啊 我们市政厅新闻发布会 就快开始了 先透露一下 许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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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要的贵宾来了 发布会可以开始 大家就坐 高队呗 高队呗 给咱们送你一句吧 说一句吧 来 说一句吧 说一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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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送两句吧 来 来 说一句吧 什么情况啊 说两句吧 你来干什么 下来 跟我回家 不能回去 没有高大少奶奶 这个发布会怎么开得成啊 各位新闻界朋友 大家请就坐啊 高太太 既然已经来了 就别走了 就算你不给我面子 也要给台下文化部官部长 教育部丁科长 和军校中复校长面子 等他们听完之后再走 高太太 请坐 给你留了两个座位 同先生 可以开始了 各位 我是大同贸易行的同本善 今天这个发布会 是因我而起 本来我是一个 只懂得赚钱的生意人 不会多管闲事 今天这件事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想管 就是想理 相信大家都知道 高家大少奶奶怀孕了 七个月之后 高家就会有个长子嫡孙 继承家业 对高尔泰 和董国新女士来说 这件绝对是件喜事 但是对另外两个人来说 这就是一个悲剧 悲剧的第一个主角 就是方有为先生 他是高大少奶奶的主治医生 医院的莫院长 逼他做了一件违背良心的事 不做 他就会走投无路 他也以为自己 已经无从选择 这个悲剧的另一个主角 就是高家大少奶奶 傅百慧 不过过了今天 相信大家应该改口 叫他妇女士 为什么叫他妇女士 这句话是什么事 为什么快点 再透露点 听听啊 就是 各位 本来这段日子呢 应该是我嫁进高家以来 最幸福的 我有了三个月身孕 我婆婆对我很好 我老公又很紧张我 但是我的孩子 根本不是我老公的 所以生下来的孩子 根本不会信高 这件事 我婆婆知道 我老公也知道 你发什么神经啊 在那儿瞎说 大家千万别相信他 我太太 怪我每天忙着在外面赚钱 没时间陪他 才会乱说话的 大慧 马上跟我回家 高先生 你真的不给台下 看那三位贵宾面子 二太 过来坐下 本来是我先做错的 我跟我老公的感情 一直都很差 有一晚 我又看着他出去玩女人 我很生气 我就在街上随便 找了一个男人 那怎么行啊 究竟是什么心态啊 是啊 我要向他报复 我要丢进高家的脸 我就在那天晚上怀孕的 但是我打算把他打掉的 可是被医院的莫院长知道了 他告诉我婆婆 我婆婆不让我打胎 还要挨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他们要拿我的孩子来争取阿尘 高太太 你儿媳不这么说 你一定要什么回应 不要拍 不要拍 你叫什么 不要拍啊 你怎么拍 我没什么好说的 怎么说的 大家回到座位 回到座位 我本来以为我无路可以选择了 一直到一个星期之前我晕倒 我婆婆在医院还跟我说 说我身体一点事都没有 她还怀得很稳 但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我是负责给高大少奶奶 接生的医生 其实她突然间晕倒 是因为她心脏肿大 血压很高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号 一个孕妇 如果有这种迹象 还继续怀着孩子 结果只有一个 就是生下孩子 救不活大人 就像高大少爷 说高大少奶奶 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这不是要人命吗 要儿子不要娘 高大少奶奶 你有什么要说啊 高大少爷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啊 你这么做 就是要逼死高大少奶奶啊 就是啊 我没话说 我老公跟我婆婆 收买了莫院长 逼方医生隐瞒我的病情 他们这么没人性 明知道我会死也要 我把孩子生下来 是因为高二太 不能生育 不能生啊 不能生啊 没有我这个孩子 他们根本没有本钱 去分我公公的财产 我今天又有勇气站出来 都是多亏他们两个 我每晚躺在高二太身边 一想起他寸步不离地照顾我 其实他心里在倒数我 什么时候死 我真的觉得很恐怖 我没有一晚睡得着 我一闭上眼睛 我就想起我婆婆跟我说过那两句话 她说 如果我不听她的话 就是要跟她同归于尽的话 先断气的也一定是我 我今天在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为我做一个见证 这件事究竟是谁对谁错 到底谁应该先断气 高大太 你儿媳妇说的是不是真的 是吧 高大少爷 你不得休息是不是真的 高位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会建议傅百慧女士 立刻做一个终止怀孕的手术 高大堂先生 你有什么想说 你没事吧 事情不是这样的 老爷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回什么家呀 高兆堂 这件事涉及一条人命 已经不光是你的家事了 我看呢 你应该向大家做一个交代 各位记者朋友 我请大家给我听清楚 从现在开始 高尔泰 不再是我的儿子了吗 明天我在广州 报纸上 等一段棋事 我高兆堂 正式跟他脱离父子关系 这个畜生做出这种事 他有多坏就血多坏 有多臭就骂多臭 我高兆堂 我高兆堂 只有一个儿子 就是高尤泰 老爷 我的心又跳得很快 你不要再教我老爷了 我没有你这么一个 没有人性的老婆 你跟着个畜生 一起滚 我一毛钱都不会封给你们 滚 我一毛钱都不会封给你们 滚 好 太太 你们以后生活怎么办 以后怎么打算 是啊 是啊 只说两句啊 不高兆堂 只说两句啊 不高兆堂 只说两句啊 杜律师 遗嘱该好 高先生 你这照你的意思曹你好 在你百年归老之后 这栋房子和你所有的财产 都会归令公子高尤轩所以 这位邓律师是这次的见证人 他会证明你在神志清醒之下 签署这份遗嘱 如果没问题可以签名 爸 我怕你晚上睡不着 所以我拿了半颗安眠药给你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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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熙熙 我们回来了 熙熙 你们回来了 是啊 妈妈 熙熙 小心啊 妈妈走 我可以走 怎么样 有没有打包虾脚 烧卖给我吃啊 当然有了 姐姐 有样东西你看了一定会更开胃 是什么 你看 张场骑侠同本善 一街豪门丑陋孔 还有还有 高家四分五裂 怀孕媳妇逃出鬼门关 清清 你说是不是怪事年龄有啊 同本善明明骗走我们家福吗 想攀附高家富贵的 我见过她跟高家大小姐走得很近的 为什么突然那么正义 调转枪头接高家隐私呢 究竟这个同本善是不是我们认识的同本善 同本善不就是本事哥喽 他是一个好人 他救了我们家福的 有史之中只有一个同本善 你们记不记得 家福没了之后 有个叫贾老板的人租了别的地给我们 记得 收了我们两个月的租就找不到人了 我们都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呢 天上就是同本善 贾老板是他朋友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 同本善干嘛要绕那么大圈啊 他搞那么多事为什么 为了帮我们了 他不是为了我们 是为了你 帮什么帮啊 他一开始要不是存心不良 骗欣欣欣骗到家福 害得欣欣那么惨 他就不用再办好人再帮我们了 大哥 他以后不会弄哭我了 他现在做什么都是为我好 如果他再欺负我 你帮我揍他一顿 我一定会 那袁医生又没机会了 那个痛本身真是麻烦 说他好又不是那么好 说他坏又不是那么坏 你说他坏吗 他又救了高家大肚婆 也搞得高家的四眼龟 什么都没有了 广州啊从此少了一个大恶人 这样好了 希希 改天呢要请他回来吃饭 让大嫂帮帮你 看他是不是真的变好了 到时候啊 再决定选他还是选袁医生 请人家回来吃饭 你忘了你上次在医院 大自行挡着人家 凶巴巴地赶人家走吗 哦 你也有过在大街上 拿着柚子叶 一直追打人家了 姐姐 你说同本身跟高家 是不是有深仇大恨 我有个老同学在报馆工作 他们收到很多独家消息 原来高兆堂中风 他的大女儿毁婚之后 跟家人闹翻搬走了 小女儿弄伤你之后 董国心花了一大笔钱送他走 这辈子都不能回广州了 你说他们的家 是不是让同本善给毁了 高家现在只剩下袁医生一个人 那袁医生就可以继承 高家所有的财产 哇 改天一定要请他回来 吃个饭才行了 干嘛 袁医生一向都当我们是自己人嘛 发生那么大的事 当然要给人家机会 向我们交代一下嘛 你们说 一个呢 是大医生 什么都好 就是闷了一点 另外一个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 一下子变成正义奇侠 一下子又变成了温神 这次真是不会选了星星啊 宝宝也提我 他也说姑姑不会选呢 大哥 你能不能陪我去一个地方 你想去哪里 大哥都会陪你去 先吃东西吧 嗯 啊 嗯 啊 啊 儿 worked 了 是 妈 你一天到晚躲在这里干什么 这里烟雾弥漫 好人也会熏坏了对不对 妈 你到底在想什么 怎么整个人都变了 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 我说死老头 中风进了医院 趁他现在变成了废人 我们还有钱的办法呢 对不对 二太 你少喝两杯吧 酒是穿肠毒药 这次削肉刚到 才是鬼迷心窍 气是惹祸根油 妈 你在说什么呀 我们就快一无所有了 是你说的 有你在这一天 绝不会让那个死业种 妈现在才知道 原来有很多事 人是改变不了的 什么改变不了 我才是长子 他们财产我应该拿 等我走 还得我脱离父子关系 好 现在报应了 死又死不了 躺在医院里 妈 趁他现在 什么都管不了 我们还有机会的 你走吧 妈还要做晚课 好 你不管我是吧 我是自己想办法 我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一定会想到 从现在开始 高尔太 再也不是我的儿子 我高昭棠 正式跟他脱离父子关系 你跟着这个畜生 一起滚 我一毛钱都不会封给你们 滚 高先生 在你百年归老之后 这栋房子和你所有的财产 都会归令公子高佑轩所有 东高昭 你是不是在问天 为什么你会有今天 不用问你 我回答你 二十年前 你知道高照堂 想找回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的私生子 你想断了他的心 就在孤儿院随便找个小孩子回来冒出 找了他回来之后 你怕高照堂将来会疼他多过高尔泰 你怕他会分饱你的家产 你是 你演一场戏出来赶他走 谁知道他跑回来 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 所以你决定要他的命 你推他到河里的时候 你骂他死野狗 还跟他说 你不会让他拆散你的家 他死比你死好 我就是那个死野狗 李昊 你没死了 你回来逃债 你要拆散我的家 东高昭 我已经不是当年八岁的李昊 你也已经老了 你已经不会再有能力 推我到河里要我的命 最近我的心跳得很快 快得就要跳出来 是时候了 是时候天要我走了 对不起 你能不能原谅我 原医生啊 原医生啊 换一条热一点的 谢谢 我听其他的医生说啊 说高老先生未来的情况也是差不多这样 我真替你辛苦 白天又要回公司 下了班又要赶来医院 最重要的是爸爸不辛苦 对了 林姐 周医生回来没有 回来了 你一定又想找他问 关于徐小姐那只脚怎么样 那位小姐啊 我真是替他可怜了 那么年轻就 远医生 你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 大哥送我到门口的 其实我今天是专程来找你的 你知道我会在这里 我知道你爸出事了 你一定会在这里陪他 事实真是很难了 小时候我很想见他 又见不着 现在终于可以每天面对他 但是他又能够这样 如果你的海豚病真的复发的话 你记得找我这个康复病友陪你啊 爸爸病了 我不能病的 你不是说过 那个人办完事情 就会来找你们 你们见过了吗 我知道事情还没完 要不然 他一定回来找我 徐欣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上次我们在火车站 看见那个大叔 他说二十年前 有个小孩子代替我进了高家 那个小孩子 是不是就是童本山 他跟我说过 从他被董国心推到河里死不了开始 他就变成一个怪物了 他被高家 害得差点连命都没了 现在回来害高家 我想带他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当年要不是我爸爸想找回我 就不会害到他 如果进了高家的人是我 那我跟他的命运 就一定会改起 你们干什么呀 大少爷 你怎么喝那么多酒啊 喂 干什么呀 喂 你们干什么 大少爷 大少爷 什么事啊 广泰官里什么事啊 你们两个 是 给我去书房 你们 偷偷给我去楼上 不是不行啊 现在有什么吃起来的东西 通通带走 好 知道知道知道 书房里有尊白亿校服 也给我带走 是 大少爷 你不能这样子 二少爷就快回来了 我们很为难的 什么为难啊 我会怕能死野种 我告诉你 在这个家里 只有一个大少爷 救我高尔泰 知道吗 站在干吗 没酒了 还不许给我拿酒来 去拿酒来啊 全都是废物 你这个贱人 你这贱人还回来干什么 回家偷东西是吧 我回来收拾自己的东西 我才不像你啊 那么爱钱 那么爱争 拿来 我不给 你敢等我 我们百会 已经不是你老婆了 如果你再动手动脚 我马上报警啊 我已经签了离婚证书了 稍后会有律师拿来给你 我跟你们姓高的 以后再也没有瓜葛 你竟然 还等你从这里偷人 给我带绿帽子 还回来偷我的东西 我要掐死你 你 还要吓死你 美国 救命啊 救命啊 你掐死你 需要 大快乐 不要动 大快乐 你有堵 让快找啊 放手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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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别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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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泰 你立刻给我住手 你这死野种 你有什么子可说我啊 左航 这里已经不是你的家 爸爸已经把你赶走 请你别在这里捣乱啊 怎么样 鬼众的东西都拿了吧 是啊 是啊 拿走 我现在就去报警察厅 说有人擅闯明居 抢劫伤人 你这死严重 你真敢报警啊 打 打死 打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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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住手 住手 死严重 住手 别打死 死严重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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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 我保释少爷出来了 妈 儿子被人牵在脖子上了 是不是那个严重 抢过我们的东西 你也不管 你闭嘴 我叫你别喝这么多酒 少喝点就不会被警察抓走了 你要么不开口 一开口就只会骂我 真不知道你想什么 好啊 你在这里安心静养 有人拟了儿子被欺负 差点被这孩子误了大事 少爷很快就会知道 你是在帮他 昨天情况怎么样 八点了 太太 要不要动手 今天很闷呐 一点风都没有 今天高太太本来跟平时一样 心情很平静 但是下午的时候 有个叫云姨的人 带他儿子来 他见过儿子之后 有点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他骂走他儿子 接着我听见云姨跟他说 八点了 太太 要不要动手 但是高太太据说今天很闷啊 一点风都没有 说完之后 云姨就走了 谢谢 你继续帮我留意 嗯 哇 这块儿够烂了 哇 棒啊 老板 是 要点生菜 再来瓶三盛 好的 您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什么 刚出狱 像啊 不过嘛 不要告诉苏妃 不然她又生气了 女人呢 嫌路边她的东西脏 非要拉我去西餐厅吃饭 我多喝两杯也要跟我啰嗦 哪像对着你这么自在啊 这阵子更惨 大同不开 她不用上班 贴身高钥使得缠住我 你说你想她缠着别人吗 其实现在我们又没什么要搞的 你也嫌着没事 想想 可以带人家去哪里走走 去哪儿玩玩 有什么好去的 交往就是 吃吃饭啊 逛逛街这样 我叫你带人出去走走 就去南京吧 这岂不是回家 有什么不好 要有大房子住 要有石书做你的大厨啊 好 干脆去南京玩玩 再想想有什么生意要搞的 大同呢 我送给你就是你的了 你卖了它改行做别的也行 你想再做贸易行 不叫大同叫大罗也行 最怕你犹豫了 连去南京的火车票都帮你买好了 拿去哄苏妃吧 你干吗制开我 不知道你说什么 要知道我不只是你的朋友 不只是朋友是什么 死党啊 死党跟朋友不是一样 不一样 说明是死党 出了什么状况 你替我党 我替你党 就算死也要党 何必动不动 你要死要活这么煽情啊 还是做朋友简单点 有空出来吃个洋南锅 喝酒喝天亮 你醉了 我就背你回家 两个都醉了 就一起蹲在路边吐个沟喽 等酒醒天亮了 再一块儿去喝早茶 我真的没事 去南京玩玩了 我再跟你喝酒啊 那 那我离开了 你有什么打算 等事情慢慢淡下来 我就会遇上徐心的了 查到件事还没跟你说 我跟了袁又轩几天 他每天到启封做事 坐到太阳下山 接着就赶去医院看高少堂 看完他爸爸都八点了 然后又回到启封做事 你跟袁又轩干吗 我不是想跟他 我要查高尔泰 这个小医生生活很规律 高尔泰要找人暗算他 真的太容易了 高尔泰这个花花公子 没有董国心在那背后出谋划策 他除了只会骂人 还能做什么 来 喝完这杯够了 要不然明天苏菲闻到 你浑身酒味 不跟你去南京了 来 还有这盘啊 你偷吃 肚子饿了 大哥 我带了袁医生回来吃饭 多盛碗汤 谢谢 好 来 袁医生过来坐 这里有伤啊 怎么会这样 让我看看 你看这里 你不是为了跟同本善争心心 搞得大打出手吧 大嫂啊 是那个四眼龟大少爷 他过分地带人回家抢劫 袁医生就报警察厅喽 谁知道他把花瓶扔过来 就弄成这样喽 那个四眼龟还是不是人啊 袁医生报警察厅这么勇敢 袁医生不做安蠢很久了啊 安蠢 安蠢怎么做啊 欣欣啊 我饿了 我要吃饭了 好 吃饭吃饭 来 吃饭 过去坐 好 坐 慢点啊 袁医生 先喝碗汤 好 趁热 好 谢谢 妈 喝汤 我已经很久没喝过 这么好喝的老火汤了 我真怕会把整锅汤喝光 你只管喝 我们每天都有的喝 你呀 每天都在医院陪你爸 闻的是药水味 吃的是病人餐 真是好人也变坏呀 其实今天徐欣不拉我过来蹭饭 我也有个好消息 要过来告诉大家 是吗 算了 我还是别乱猜了 之前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我没跟你们说 怕给你们一个希望 到头来会弄得你们空欢喜一场 我把你的资料寄给了上海骨壳专家 之后我发了很多电报给他 可能是他真的嫌我烦 他终于答应了 会从上海下来给你做手术 袁医生 也就是手术成功了 辛辛的奖励会没事了啊 那当然了 我听人家说上海的骨壳很有名 这次真是多亏你啊 袁医生 我已经约了他了 他下个星期会来广州 手术方面的事 我已经安排好了 袁医生 还是你最好 辛辛有什么事啊 你一定在他身边帮他 不像有些人啊 像断线风筝 一有事情 连影子也没了 吃饭吧 吃饭 徐欣 我自己来就行了 我又不是第一次来吃饭 干嘛这么客气 上门都是客吗 原来你当我是客 这么生饭 你不要抠字眼了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是说笑的 徐欣 我没问过你 就一厢情愿 帮你安排做手术 你会不高兴吗 别傻了 病人安排好了 不用自己烦 我怎么会不高兴啊 这始终是一个大手术 我想 你比较希望他在你身边 你怎么知道我想什么 我真的有这么想过 不过很快就改变主意 其实我的脚有事 他比我更不开心 更无法接受 他现在做的事 我又帮不上忙 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尽快治好我的脚 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到一个 完整无缺 能走能跑的徐欣了 其实我真的有点妒忌他 即使他是一个怪物 他做过什么 对或错 对你好不好 你对他都不会改变 所以有时候我真的会想 究竟这个怪物有什么好 总有一天你一定会知道 怎么 你赶着回启丰做事啊 来 多吃点饭 听到什么了 今天云云又来跟董国兴说 也是八点 接着董国兴看看天 回答他 就今晚吧 也是八点 也是八点 佟先生 他是不是要害你啊 不是我 请你吃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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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是去南京了吗 你甩不掉我这个吊死鬼的 你走吧 现在出事的是袁耀轩 他在里面 我要救他是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 你走啊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为何还望再见 为何还要等 回头能望 你在抱紧月行人 你我隔世好伤罪抹痕 你离离合合错过 仍还要等 提好若相遍 可应出声事 情若是不 我来说